每选倒数6天 好 马上来关注一下 每选倒数6天 11月5号就要投票 是在美国时间 那也就是11月6号 我们台湾时间的上午 我们就可以知道 这样子一个投票的状况跟结果 那现在又出现了一个波澜 10月底还有惊奇 就是现在两党为着垃圾说 大家互相互呛 那因为先是川普阵营 有去呛一些特定的族群 跟特定地方的选民是垃圾 结果拜登想要帮忙讲讲话 又惹了一番争议 他在这个视讯会议里面讲说 我唯一看到的垃圾 就是川普的支持者 那他说川普你们把拉美意的妖魔化 是不可理喻的 也不符合美国精神 但这个话 就是是不是讲得有点重 就被川普阵营咖头去尾 后面不讲了 就说川普的支持者 是垃圾这一番话 又变成这个共和党 拿来打民主党的一番话 那贺锦你赶快切割 就说啊 我强烈反对基于人们投给谁 而做出任何的批评 那我要成为所有美国人的总统 不论你的票 是不是投给我 但是呢 这个被川普逮到机会了 他就立刻大操作一番 他还有开着一个川普垃圾车 出来收垃圾 我们来看看 对他说他这台垃圾车是为了拜登跟贺锦丽开出来的 那所以你看看 这就是选举嘛 那美国的选举让你看到了 像贺锦丽赶快啊 就是切割完之后 还结辩的时候喊话 就是说 现在要寻求啊 就是改善国民生活 然后喊话说 要做一个很包容的角色 只是现在民调看起来 好像川普的赢面更大一点 摇摆州 这个六个摇摆州 看起来都是川普领先 那部分像是这个宾州 威斯康辛 还有内华达 还有北卡 是小幅 这个大概领先幅度小于1% 乔治亚跟这个亚利桑那是 大概领先2.5%左右 但是呢 密西根州的话 现在目前是贺锦丽领先 那我们来看看呢 其实越接近投票的时候 美国又开始 一波又一波的 对于中国大陆又开始 又要打抗中牌了 马上又出现了 就说要制裁 就是多达398家这个企业 他就说 这个包含了中国大陆啊 俄罗斯的一些相关企业 要开始新一波的制裁 因为提供给这个俄罗斯啊 什么的 战争上面的使用 所以展开制裁 还有美国有14个州 其实是13个州 加上华盛顿特区 又要开始控告 TikTok影响了年轻人的心理健康 那你看连布林肯都还是 忘不了这个中国威胁论哦 他发表演说 他就说啊 这个中国中国中国念个没完啊 还讲说自己在任内 组建了中国组 至关重要 所以这个还是在打着抗中牌 那我们看 美国半导体协会的总裁 就跳出来讲 其实美国不需要对于 中国大陆这样的限制哦 他说他应该是要变成一个扩大竞争哦 希望美国政府可以 把更多的注意力 放在促进半导体产业创新上面 而不是只是在那边用一种 打击或制裁的方式 那在美国选民的眼中 我们看到华尔街日报讲 中国议题到底有多重要呢 因为对美国人来说 外交政策或许不是 决定他们投谁的原因 但是在部分的选民眼中 他们就是越来越恐惧 恐惧什么 恐惧中国快要超越美国了 这是他们心底的一个恐惧 因此为什么都要打抗中牌 那但是美国自己的经济 你不要说抗中啊 你打人家打半天 你自己本质体质要强嘛 那你这个 看到马斯克这一番话 他说川普当选 股市会崩盘了 不知道到底是替他助选 还是替他拉垮 他想说因为啊 他会有一些震荡 就是要缓解一些 什么财务压力的一些困境 所以可能会崩盘 结果没想到 引发市场上的动大 创下六个月来的最大跌幅 这是川普他们的一些 科技集团的股票 那美国第三季的GDP 也是低于预期的 只有2.8左右 还有呢 有一些CEO现在非常担心 因为现在他们看到 这个财政部 美国财政部公布 2024年财政预算的赤字 突破了1.8兆 增加了大约8% 所以现在看起来 国债越来越多 经济越来越差 反映在哪里 泽伦斯基告诉你一番话 他说 你美国4月份的时候 通过的军援计划 结果现在 我们乌克兰只收到了10% 然后他还奉刺了一番 他就说呢 美国一直跟他讲 你把你的工作做好啊 靠预备益撑一下 特种军旅再撑一下 再靠一些装备撑一下 结果呢 我们只拿到 人家批准援助包裹里的10% 这一点都不好笑 他开始奉刺美国了 我们来问江洋老师 川普要进入白宫第二任 我刚刚在上一节 似乎已经预告了 我觉得大概大势已定 因为大概在贺锦丽的民主党大会 提名大会 甚至就是泰勒斯出来 帮他支持的时候 我那个时候每天都在看 宾州 密西根州 乔治亚州 还有就是这个亚利桑那州 他们的各种的民调 那其实 即使是那个时候 川普在有一半的民调 还是跟贺锦丽维持平盘 或者是略输一点 或略零一点 你要知道川普的支持者 都比较隐性 他来民调问他的时候 其实反应的比例都比较低 这美国自己 有一个研究调查出来的 所以当他如果是平手的时候 最后的投票结果 应该川普的胜出的机会比较高 而不是2016那个时候 大家都以为说民调代表一切 就个虚伪输得一塌糊涂 那现在这个情况更是如此 我觉得其实主要四个原因 第一个还是经济 第二个是边境的移民 这个问题被打得很严重 第三个呢 我觉得是跟俄乌战争 加刹战争影响之下 美国境内 尤其是摇摆州里面的 这些穆斯林跟阿拉伯裔的选民 那第四个就是贺锦丽自己的问题了 经济 这个通膨的问题 你如果经济学者会告诉你 拜登的时期的经济表现 失业率啊 各个方面CPI啊 经济增长啊 都比川普好 那各位 那个雨果 一个作家说 你要知道天气冷热 有钱人是看温度计 穷人的是看自己的皮肤 来感受 那大家现在外面买东西 以前一块的东西 现在两块三块五块 不可思议的 这种通膨涨价 然后失业率的 失业人口总人数 事实上是不断的在增加 现在将近七百万人口 相较于四年前 大概只有六百万出头 那所以我觉得 经济通膨 一般的老百姓的感觉 尤其是在摇摆州 这些劳工比较密集的这些州 就很清楚 那即使是民主党 我觉得是拜登 哈里斯 他周边的人 都是那种年薪 十万二十万的 他不感觉到 经济有什么 带大的变化 有钱的人反而因为 这个过去这几年 美国的这些股市啊 汇率啊 所以使得他 大家反而赚钱 但不知道投票的 这个老百姓们 其实不是那么感觉 那这个是一个 最严重问题 恩物战跟加萨 加萨的问题 其实我觉得 这个拜登这一年来 对于内台亚胡的 一种重容 那使得 在特别 威斯康辛 Michigan 还有宾州 这些阿拉伯裔的人 这个投票 已经大概决定了 他们不会投给 现任的 就民主党的贺锦丽 但你说 川普也跟 内台亚胡的关系很好啊 但川普每次说 他七月份 内台亚胡去 佛罗里达州 看川普 川普说 我就认以前 你要把战争结束 然后记得问他 怎么结束 川普说 我不告诉你 这也是一招 你看到没有 所以他就很懂得 这个选举 这个垃圾就更是如此 那贺锦丽 那真的是到后来 证明他 真的是一个正能量的草包 刚刚这个杨老师讲 我就很有感 因为今天是万圣节 那美国的经济 真的是反映在万圣节上面 我给大家秀一下 我刚刚就是 想到的时候 我就查一下 因为看到很多相关的报道 就是美国 他们现在万圣节 都是在缩水 然后今年卖最好的是 M&M's 巧克力 大家都是在消费降级 就是很多的这些品牌 卖巧克力卖不动 因为很贵 然后有些人就敢说 今年就不要巧克力 过万圣节 就是简单买一些便宜汤 所以美国现在经济 真的出了蛮大的状况 我们来问一下佐老师 当然了 其实毕竟 即使是这样子 这场选举 当然还是一个 很难预测的选举 因为双方差距太近了 比如像说 前几天在纽约的 这场造势大会 垃圾岛的说法 在美国从 波多利哥 移到美国本土来的 这些选民的身上 到底会发酵到什么程度 在宾州就有50万的 波多利哥的移民 那么宾州上一次 拜登赢了8万票 所以说这一次的宾州 会不会因为 波多利哥的选民 在最后因为这件事情的发酵 而改变了他们的投票倾向 或者加强了他们投票的意愿 我觉得这些都会对于宾州 最后的选举结果有影响 但是我们也必须承认 就是说贺锦丽的确到最后 这一段期间 感觉上是有一点 预政乏力了 那特别是 你可以看到 就是说川普的这个竞选 我觉得有两点 是值得我们去观察的 第一个当然就像 刚才杨老师讲的 这个你看他对这个垃圾车 用垃圾车来表达 他对这个垃圾 这个说法的一个反对 我觉得其实是很有创意的 虽然他是保守党 虽然是这个 共和党一般是保守党 保守派的选民 但他是很有创意的 第二个就是什么呢 他的这个一个主诉求 民主党到现在为止 给大家的感觉 他的主诉求还是什么 就是在于说这个 就是反川普 那另外而共和党呢 给大家的主诉求 在川普最后一次造势大会上 他的主诉求就是 移民 反移民 但这个反移民 他又连带到 大家的生活费用的节节上升高 因为移民带来美国经济的 这个困难题 所以这些我觉得 其实是比民主党更有说服力 其实贺锦丽在宾州的这一场 节变其实说得很好 包括说这种诉求于 全民的总统 包括诉求于川普的 这种经济政策的错误 但是很可惜 就是像这样子的一个讯息 像这样子的一个诉求 他需要更长的时间发行 因为他毕竟涉及到 比较细节的这种政策的对比 那我觉得他其实来了晚一点 我觉得比较有意思的是 他的这个制裁名单 为什么在最后关头这个制裁 提出这个制裁 当然他有打底的意味了 就是等于是让下一任的总统 有一个可以有一个全新的开始 把他要制裁的这一阶做完 但我觉得比较有趣是 他对印度也制裁 其实今年四月的时候 美国也对印度进行制裁 所以过去美国 大家都认为美国跟印度关系很好 美国应该会支持印度去 跟中国大陆的竞争 但是你可以看到 其实美国对印度跟伊朗的合作 印度跟俄罗斯的合作 美国也是不放手的 所以这个当然是另外一个 值得我们去观察的面上 就印度并不是那样子 一个百分之百的美国的盟友 事实上我觉得就是百分之六七十顶多 好 请教授将军 我觉得美国这次的选举 我们看贺锦丽跟川普两个 所提出来的一些政策 其实重点还是在他们自己国内的经济 是最大一个问题的 虽然说可能有移民 可能有美国外交邦交 或者是俄乌战争其他因素 但是我觉得对选民最有感的 还是他们经济的问题 所以说柯林顿以前讲过 笨蛋 这个问题在经济 其实我觉得还是回归到经济 那现在我觉得双方来讲的话 都想要办法说争取 这个所谓的中产阶级的选民的支持 所以我们看到贺锦丽提出来 很多的具体的端出来牛肉 她说第一个我们要改善老师 对不对 每个老师要加薪多少 一万三千块美金 对不对 要这个要照顾年轻人 所以年轻人如果买房子的话 我们要给他2.5万的美金 来协助他买房子 然后要鼓励他们生小孩 所以生那个小孩 每个人可以减税六千块美金 那他们算过 美国五党级的联盟 叫做联邦预算委员会 算过如果说是贺锦丽上台 十年之后 他们的国债 现在来讲虽然说是 35.7兆美元 但是这个还不算高 如果按照贺锦丽这种政策来讲的话 他们认为贺锦丽十年之后 美国国债会再增加3.5兆 那川普开的那个 这个卫府更大了 更多了 他甚至要取消小费 小费税等等 我想大家都还有这个印象 那如果川普上台来讲的话 他们十年之后 美国的国赵 会是贺锦丽的2到4倍 也就是会增加15.2兆 那你想想看 一个国家来讲的话 会受不了受不了 那他们这些钱从哪里来 贺锦丽他们这个民主党政策 就是从这个增加 从富人税 房屋税 从这些税收来争取 那这个川普来讲就很简单粗暴 增外国人的税 跟外国人要钱 所以很明显他跟中国要磕增 甚至于磕增到百分之百 其实他百分之百还小说 他有一次他说要到一千 百分之一千的税 从外国来磕水来增加 但是我觉得这些都是选举语言 我们听听就好 那但是问题是说 美国如果说是 在这种这个国家的 国债问题上面 不如一个长期处理来讲的话 美元这个长期来讲 他往下的 在国际间往下滑 是必然的趋势 甚至于有可能遭受到 灾难性的这种灾害 然后我说 泽伦斯基来讲的话 他虽然说是收到百分之十 那我试想一下我们台湾能够收到多少 所以如果说美国在卖给我们台湾这些武器 是不是能够如期交付给我们 这真的是有值得我们深思 好我们先休息一下 广州忙回来 欢迎回来新闻大白话 我们来看看 欧盟对于中国大陆的电动车加税 在昨天已经正式生效了 那它是从30号开始加增35.3% 那这个返补贴税大概是至少5年期 那加上原本的关税 这个10%加上去之后变成45.3% 是非常重的一个磕税 那这个欧盟职委会讲说 尽管加增了返补贴税 但是也无碍与中方的协商 也会跟中方继续协商加税之外的替代方案 包含讨论最低进口价格 那大陆商务部当然是非常的反弹 他就说不接受 那强调双方仍然会协商用最低的这个进口价格解决方案 同意在11月1号来举行新一轮的谈判 那北京一方面也状告到了WTO啊 就是说这个有点违反 好像这样子的一个公平贸易的原则 所以呢北京也有在下一招 就是说接下来北京要求 国内的一些汽车制造商 要停止对于欧洲的大规模投资 那这个就等于说互相制裁啦 你怎么样对我 我就怎么样的反击了 那可是另外还有一些欧洲的国家 现在很着急要赶快来跟中国大陆 就是希望能够保持这个经贸的往来 像说芬兰总统最近也是来这个来访 就是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有见面 那他就是说后来听到说 中方对于芬兰单方面免签 他还说了好几次中文说感谢 我们来听听 另外一方面呢 就是因为法国有被反制裁了白兰地嘛 所以现在这个法国的外貌跟乔务的一些主管 这个普里玛 他是在下周也就是11月3号到5号要访问上海 那他们就说希望能够赶快 是不是能够取消这个征收进口关税的做法呀 那他们说这样子是不合理的呀 所以希望能够跟王文涛见面 那还有英国的商贸大臣雷诺兹 他最近也是表达跟这个中方贸易对话的意愿 他说呢 哇我们英国没有想要跟进欧盟啦 我们根本不想做这件事情 赶快要表态一下 就是说我们还是中国大陆的好朋友 那还有德国的企业也是很跳脚 因为其实这一次这个加税的事情 德国都是站在反对的立场的 所以我们看到德国的汽车工业协会的主席就讲 欧盟这个举动呢是违反全球自由贸易的 这是一种倒退的行为 最终将会损害整个行业 那秀阿利总统奥班他也是讲说 总理啊他讲说这个欧中啊 就是中欧双方啊 现在正处于经济冷战的情况 那再来我们看一下 彭博有讲到一番话 他说美国一直采取遏制中方的发展 其实这是正在走一个失败的道路 其实欧盟这么做也是被美国给逼的嘛 美国希望所有的盟友跟他一起 这样子围堵中国大陆 可是这到底有没有用呢 他说恐怕是没有用 因为中国仍然照着 中国制造2025的计划稳步前进 美国在盟友这种技术围堵当中 感觉上面是没有办法围堵成功的 中方已经突围了 那这个中方现在已经在这个无人机啊 太阳能的电池板啊 石墨烯啊高铁啊 还有电动汽车里电池这五个关键技术领域 取得了全球领先的定位 还有另外七项技术啊 都已经快速在追赶领导者了 那连比亚迪最新的一个财报出来啊 他的销售量 季度营收飙升了24%哦 虽然已经超过了特斯拉同期的营收了 甚至呢 连空中巴士是不是都要感受到威胁感了 因为中国大陆有一个新款的超音速客机哦 现在已经验证机成功首飞了 这是四川零空天行科技公司 他们的一个新的飞机叫做云行者 预计呢 会在2027首飞 力争在2030年投入到商业市场 那他这飞机呢 会以最高4倍音速以上的速度飞行 他速度是现有客机的5倍左右 换句话说 从东北的哈尔滨到这个三亚 大概只要一个小时时间 哇那要是真的是成功的话 在2027年 说是2030年的这个商业运营的话 恐怕真的会冲击到空发接下来的市场 那首先我们来请教一下杨老师 我们看中国大陆在电动汽车 那真的已经就是引领全世界了 在一些科技智库的报告 跟这一次的彭博的这个报告 他就是分析各个美国欧洲的科技智库的报告 但总有10个领域 那当中有五个已经确定是领引全球 另外五个其实也是领先各国 那在电动车的议题上 你就看到很清楚 现在不是全球暖化 气候变迁吗 然后呢 你把运输 大众运输改为用电池发电 或者是氢气发电 也就是减少那种内燃机 其实是一个方法 那欧盟之前都透过很新的规定 2035要废除掉所有的内燃机 就是这个传统汽车 但是你一碰到国家跟国家之间的经济竞争的时候 这个所谓的全球暖化的道德诉求就没了 美国现在把来自于中国的电动车提高 关系到百分之百 然后呢欧盟现在最高到百分之三十五点三 加上原来的十趴 那就是四十五点三 那是针对上气的 至少比亚迪大概也是百分之十二到百分之十七 加上十就百分之二十七 所以这样子的情况 其实也就是说他们还是以自己本身的权力竞争为主 因为经济贸易就代表权力 可是欧盟就等于是这种各个国家就开始在做不同的 他没有欧盟这样一个整体来去对中国的电动车割关税 但是各个国家就跑去跟中国大陆先去商量 你不要制裁我 比如说西班牙的那个伊比利猪肉 西班牙总理先来了 对 OK 而且他投票弃权 对不对 然后呢 现在芬兰也来了 那英国也来了 那然后德国当然原来就跳脚了 法国说你要制裁我的白兰地 白兰地一年卖十八亿美元到中国大陆去 也要被制裁 那就说我们你这是政治考量 那被问那电动车的问题 为什么对中国要磕那么高的关税 那为了要培养我们自己欧洲的电动车 你法国的电动车什么好培养 这个德国所有的电动车业者都跳脚起来了 对不对 所以法国也的嫉妒德国 所以我们现在看 也就是中国大陆在科技的发展 我看有一个耶鲁大学的一个教授说 现在中国大陆的经济情况就跟30年前日本一样 结构性的问题可能面临到30年后 整个30年的没有办法的问题的解决或不景气 他搞错了 现在大陆跟日本30年前一样的是什么 一样都是来自于美国的打压 但是日本真的起不来了 因为这30年来日本没有什么新的领域领领全球了 Sony变成一个娱乐行业了 对不对 可是中国呢 打压了八年之后 你现在看华为 看电动车 看AI 对不对 看无人机 领引全球 有一个东西概念叫做 灯塔工厂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Lighthouse 这个Factories 全世界有172家 中国占了70家左右 也就是说这个工厂 它是制造业的领先 那是世界经济论坛跟McKenzie 他们所公布的 红海有两家 今年一个在越南 一个在深圳 你想想看 172家里面有70家在中国大陆 就代表它的制造业的领先 像明德时代就是 对 好 我们来问一下左老师 好 那第一个我们看到就是说 这个中国大陆已经向世界贸易组织 提出诉讼 那事实上它什么时候提的 它是在8月就提了 虽然那时候双方还在谈判 但是它是两手并进的 一方面双边自商 二方面呢 也向世贸组织提出诉讼 所以在8月的时候 这个案子就已经在世贸组织 那大家知道 如果因为跟现在这个世贸组织的 争端解决机制呢 因为美国拒绝这个任命 新的这个仲裁员 所以它现在已经停摆了 但是欧盟跟中国大陆都有参加一个 由二十几个成员国去组成的一个 叫做临时上述这个机制 临时上述的这个协议 那因此他们是可以去通过这个机制 去作为它的一个上述机关 来审核最后 来作为这个裁判 裁决最后他们的这个 争端这个案件最后的这个决定 所以换句话说呢 因为他们两个都在这个机制里头 就可以走这套程序 那现在其实你看 看到这个我其实觉得蛮有感慨的 因为台湾我们过去大陆停止我们这个水果向大陆输出 我们政府就说要去这个到WTO去诉讼啊 结果去查一个案子都没有 那事实上我们政府连参加那个临时上述的上述机制都没有去参加 那大陆跟欧盟都有参加 澳洲也参加了 很多国家都参加我们政府居然不参加 所以你看大陆他讲说现在大家看到说他要提起诉讼 他已经两个多月前就提起诉讼了 第二个当然我们也看到这一次的这个诉讼 这一次的这个课税的这个事情 其实他有一些不同的这个安排了 就是说有一些不同的这个对待方式 比如像说上汽他就是这个最高的关税 是要加征35% 但是像比亚迪或者是吉利 他们大概就是16 17 所以他们相对来说比较低 因此大陆就很怕说欧盟是各个急迫 所以大陆就反过来各个急迫 第一个就是说针对他的这个投资要看 只要投票赞成的他就这个 他可能就会暂缓他的投资 第二个当然还有一点是什么 他就大陆是要求说 他的汽车厂不能个别去跟欧盟谈 他要整体一起去谈 那为什么这一次欧 这个德国的这个汽车制造商 德国的这个商业代表 会出来反对这个克水的决定呢 当然很重要一点是 德国在中国大陆有庞大的投资 最近公布的一个新的数字 就是在今年4月到6月 欧洲的这个企业 欧洲企业对中国大陆投资创新高 那这个大概是39亿的美元 就是光4月到6月这个期间 但其中特别值得注意是 排名前三名的都是德国的企业 第一名是Volkswagen 第二名是这个BMW 第三名就是BASF 就是一个德国的这个化学产品的制造公司 那所以你可以看到 因为德国在中国大陆有非常多的这个投资 因此他非常关心这个 非常担心因为这个贸易制裁 而导致德国 导致德国以及整个欧洲 跟中国大陆的经济关系会变坏 那因此你也可以看到 其实中国大陆另外一个 他可以去使用的筹码是什么 就是你这些来投资的公司 你得到的这个待遇 你在这边的经营环境 这当然也是这些企业会很担心的地方 那当然另外一个我们看到 就是对于这个欧洲特别商品 特别一些国家的商品的这个贸易暴富 这个其实又是另外一回事 因为如果说WTO会去 比较去支持那些国家 对于他本国市场的保护 那么反过来说 中国大陆在他的自己的市场上 对欧洲产品这种提高关税 也会在WTO过关 所以就等于你用WTO这个机构 其实机制呢 其实对于双方来讲 都可以产生一种恐怖平衡 好 来请问将军 我们讲点轻松的 这个司马赫的高速飞机 有没有可能成功 其实它已经成功了 在上个礼拜六的时候 它已经原型机已经试飞成功了 那预定在2027年的时候 做全尺寸的这种试飞 然后在2023年 它又准备要投入商业营运 那为什么这种飞机可以飞到这么快 它从这个将近司马赫 也就是从北京飞到纽约的话 两个钟头就飞到了 从哈尔滨就飞到海南岛 整个中国的从北到南 最北到南边 一个小时就飞到 因为它利用一个原理 叫做前学生弹道原理 它是打水漂的方式 那飞机飞这么快的客机 以前曾经有过 就是法国的协和号 它的速度可以到两马赫 可是它遇到几个问题 它总共生产了20架 有16架投入营运 那时候遇到很多的问题 譬如说第一个最大的就是 你知道客机跟其他飞机 军用飞机最大不一样的 有几个因素 第一个你安全性够不够 你带的是乘客 几百个人坐在上面 那跟军机来讲是完全不一样 第一个你要赚钱 所以说你成本要低 那协和号当初后来取消掉营运 就是它的这种营运成本过高 它虽然说可以飞到那么快 可是它营运成本过高 我们原来就以为这个是个梦想 就像是说在我小学的时候 还那时候还做蒸汽火车的时候 我觉得想不到今天会有高铁 时速可以到达三十百公里 这种速度可以做 所以它如果说是利用打水漂的原理 在高空之中 那用这种方式 那我想说这个成功率一定是非常的高的 因为人类的想象是无穷的 欢迎收看新闻大白话 我是主持人翟轩 马上欢迎一下这个阶段 加入我们讨论来宾 前国安会副民事长杨永明 翟轩好 大家好 推移少将立正姐 翟轩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台大政治系教授左振东 主持人好 大家好 好 马上来关注一下 刚刚一个最新的消息 大家来关注刘德华 今天晚上原本是要在台北小巨蛋开场 也说要正常举行 但是呢 经过协调之后 刚刚北市呢 有跟这个刘德华方面在进行协调 所以现在已经是宣布 这一场晚上的演唱会是取消了 那紧接着我们来关注一下 在纽石呢 有提到这个美军 美国的联合军演 从10月7号到10月16号 在夏威夷的瓦湖岛 保伊岛还有这个夏威夷岛展开 那有将近9000名的美国士兵 跟900名其他国家的一些军人参与 那他其实呢 最主要他训练对象是驻扎在夏威夷的美国陆军第25部兵师 那为了要进行美国陆军在太平洋岛电上面快速部署跟作战的能力 还有压力测试 这第25部兵师的士兵 他们在演习期间就对日澳印尼等多国部队一起啊 在这些峡谷里面啊 期待装备这个速降啊 还有潮湿条件下面来攀爬啊 来适应岛屿的地形啊 所以纽石又在讲说 这些动作呢 可能就是在部署跟中国的应战啊 跟中国之间的战争 那我们看到其实东风26啊 因为有一些相对应的就是央视有公布出来 这个远程的东风26远程弹道飞弹的一些相关的讯息嘛 那所以英国的战士防务网站呢 他们报道这个讯息的时候就讲说 哎这个是9月9号合成孔敬的雷达卫星照片显示出来 在北京的某地相关企业的某处啊 放了59辆东风26导弹的运输发射车 那这个卫星照片也显示出来 其实呃光是在这一年之间哦 就是2023到2024至少生产了72辆东风26的发射车 那理论上可以是装备两个完整的东风26导弹率哦 所以这个军力也是不断提升 那另外这个大陆的军媒也分析 何尝兼被陆海双打的东风26啊 是除了洲际导弹之外 核导弹之外啊 那其实这是解放军最具威力的打击重器 射程覆盖了到第二岛链哦 所以现在不光是第一岛链 就是有这个威慑这个这个作用 其实已经可以覆盖到第二岛链去了 那甚至呢 还能够对抗航母等大型海陆目标 进行中远程的精确打击 这是解放军哦 这个射控西太平洋区域的一个杀手锏啊 那再来看一下北韩也有动作啊 北韩呢 这个昨天的快训呢 就其实应该算今天上午了 早上7点10分左右 在平壤这边有发射了这个弹道飞弹 现在目前呢 研判因为它是高仰角发射的这个状况 所以人家讲说可能是洲际弹道飞弹 那目前南韩也是在提升戒备的级别 那这也是北韩首次发射这个洲际弹道飞弹 韩军现在这个南韩这边哦 已经是提升戒备级别 包含了美国日本相关部门哦 也都在共享这些北韩的弹道导弹资讯 那其实这其实是今年的第12次啊 刚刚说的第一次是指洲际弹道飞弹 但是如果是弹道飞弹的话 其实是北韩今年的第12次发射 那发射地点就在日本的专属经济区的外侧 那其实你看到了这个日本政府 现在目前呢 他们也是赶紧召开这个危机管理中心 设立的官邸对策室 召集相关的审厅 也就是我们所称的部会负责人 来紧急召开会议 收集相关的资讯 那日本的防长也讲说 这看起来恐怕是新型的飞弹 那日方是表达了谴责 对于说北韩这个动作 威胁到日本也是让国际社会 造成这些就是震撼不必要的动荡 那他说这个飞行时间 可能是北韩发射飞弹当中 最长的一次 也就是说他射程层是更远的 这可能是一种新型的飞弹 所以也引发了这个日本的注意啊 跟这个有一点这个关注啊 慌张的感觉 那你看看 我们就搜集了一下最近的一些动作 包含中国大陆9月25号 发射了洲际导弹 还有10月29号呢 是俄罗斯进行这个三位议题的 这样子的一个演习跟飞弹试射 那还有31号 10月31号 也就是今天 北韩一次发射了洲际的弹道飞弹 现在俄中朝的结盟 是不是让美国以及这个第一岛链 他的这个小老弟们 现在都感觉到一种紧张的氛围呢 那俄罗斯他们现在举行了 三位议题的核演习 虎心是讲啊 他说现在呢 要模拟对于敌人首次打击 大规模的核反应 演习的地方是在莫斯科西北这边来举行 那他们是一枚 亚尔斯的洲际弹道飞弹 从俄罗斯的西北这里 然后一路这样子 哇这样往远东这边 勘察加半岛这边发射过来 那这个普京的用意啊 他说因为现在地缘政治很紧张 面对到外部的威胁跟风险啊 还是这种三位一体的 这种核威慑是最有效的 最安全可靠有保障啊 那对于全球稳定还有核军事的力量 都有平衡的作用 那王毅也跟俄罗斯的副外长也有见面了 就讲说现在中俄不受国际风云左右 也会等于说是全面性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 北韩现在目前也派兵援助了这个俄罗斯的这场战争 俄乌战争嘛 那两国的外长也在莫斯科举行战略会谈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法广就讲了 他说呢 其实有165页的报告啊 这是欧盟的安全报告 它里面有14页是在探讨中国的议题 包含中国大陆的军事 还有军事的崛起啊 以及积极的投入核武相关的动作 他说现在看起来中俄两个力量呢 战略性的河流 已经在重塑欧亚以及全球的国际关系了 那首先我们来请教一下将军怎么看 我们首先看这个东风26飞弹 跟美军在关道演义 其实这两件事情我们可以合在一起来看 那当然首先我们要知道 东风26它的这种威力 它本身是超高音速的 这种变轨的一种导弹 那外号叫做关岛快递 也可以称之为航母杀手 那主要因为是它的这种速度可以 回来从弹道飞弹 从回来地球表面 大气层之后它的速度可以到10马赫 另外来讲它非常精准 那第二个就是它是属于双锥体的一个设计 也就是说 迁缺深弹道打水漂的一种方式 你不好拦截 然后速度又这么快 那其实中国在这个去年 在去年曾经做过一次 对南海地区的这种船只的设计 因为大家那时候都认为说是 你到底讲真的还讲假的 对海上目标没有那么容易 你船是在运动之中 那你这个弹道回来 可不可以这么精准的命中 就那一次的解放军的设计来讲 它不但两发同时命中 而且两发在不同的地方发射 同一个时间打到这条船 所以对美国来讲 确实造成很大一个震撼跟威慈 那东风26它的射程是将近5000多公里 就绰绰有余达到关岛 那第二个来讲的话 它的弹体爆炸威力 弹头的重量是1800公斤 这1800公斤来讲的话 我跟各位解释一下是什么概念 我们看俄乌战争里面 我们看到那个士兵包的一个炮弹 然后装进去 那个炮弹叫155口径的炮弹 重量大概50公斤左右 因为一个人就包得动 那你就想想50公斤跟1800公斤的那种比例 当一艘航空母舰被一枚命中的话 威力对这支船只的破坏 我们可想而知 那如果同时这么多的这种导弹 对一艘航母战斗群 不是一艘航空母舰 对航母战斗群实施攻击的话 那我们这次在看 从这个以色列防护伊朗的动作 我们可以知道 你不可能说是百分之百 都能够拦得住 所以美军感觉到压力很大 再加上这次东风26展示出来 大家注意到 这不是美国发布的 我们看到月初的时候 习近平去哪里四岛 他是到安徽去四岛 就是四岛东风26 所以这个意味是非常的明显 威责美军的意味非常明显 那美军当然也了解 所以他必须要在夏威夷 也就是珍珠港那边 实施一个演练 那我看到他所参演的部队 叫做陆军第25步兵师 美国的25步兵师 是属于什么部队的 军中有些部队是属于攻势部队 有些是属于守势部队 像美军来讲的话 我们都知道他101空降师 那是空降部队 那是攻势部队 所以每次欧洲 一有状况或什么地方来讲的话 那第一个去的就是空降 101师 这长期以来我们都知道 他属于攻势作战的部队 他所编配的武器性能来讲 都适合攻势作战 另外来讲美军的攻势部队 就是他的陆战队 是属于攻势部队 当然现在改成滨海战斗团 那为什么用25步兵师 这种很单纯的守势部队 来做这个演练 那我们可以从东风26 再推到关岛再来看的话 就可以知道美军来讲的话 他大概就在这个西太平洋这边 原来由攻势的一个主意 已经改成守势的一个主意 他必须最起码要确保到 第二岛链的一个安全 那第一岛链他还有没有这能力守住 其实我们有在打上问号了 这东西美军自己要去评估 可是我特别要讲 美国现在有没有能力守住 第二个岛链 可能都是很大一个问题 因为一个具体的数据 美国原来在关岛总共部署了 22处的这种飞战防复的这种阵地 包括SAD系统 包括标准飞战 包括到爱国者三型的防空飞战 但是他现在居然在 受到中国这么大压力之下 他居然将22处裁成16处 那为什么裁呢 就是因为他少了这八处 是为了应付将这些爱国者三型飞战 或者SAD系统 他就必须要去支援乌克兰 因为俄乌战争那边来讲的话 乌克兰一天到晚遭受到俄军的打击 那他很缺爱国者系统 所以说他支援了很多部分 到爱国者到乌克兰 以色列来讲 我们最近听到一个很确定的一个讯息 就是以色列跟他要了两套 一套觉得还不够 要了两套SAD系统来保护他的以色列 所以美军将这些防空导弹 都移到中东 或者是移到乌克兰之后 他自己本身的关岛 就显得力不从心 那再加上中国 现在有这么多枚的导弹 可以对关岛实施攻击 我觉得亚太地区的军事战略 军事战略这个层级 可能美军要重新思考 当然我们台湾也要重新思考 这方面的一个很明显的一个问题 那美国这种防空导弹的产能 还够不够 其实是值得我们去深思熟虑的 好 来请教杨老师 你知道十年前 全世界所有的国家的军事预算 加起来大概将近一兆美元 而美国就占了一半 去年2023年 全世界的军事预算 加起来已经来到2.4兆美元 美国将近一兆 中国大陆排名第二 3000亿美元 所以过去这十年 其实从冷战结束到现在 每一年军事预算加起来的增加的 几乎都比全世界的经济发展的 这个速度还要快 所以大家都在做军事武器的竞赛 那尤其是大国 然后你就看到 从冷战时期到现在 这种国跟国大型的战争 大概就围绕着大国之间的这种冲突 韩战 越战 两一战争 到现在的俄乌战争 所以我觉得明年会是个关键年 因为大家的武器发展 已经进入到一个就是非常饱和 这种饱和 不只是在贺阻性的武器 传统的武器 甚至新的武器 无人机 太空 电子 这些武器都已经到一个非常饱和 政客开始会鼓动 那有一些有利益的军工团体 媒体 智库 也会开始在推波助澜 那可是发生战争并不是那么容易 因为同时 大家的经济发展也是在往前走 发生战争的情况 可能大概绝大部分都是大国之间的对抗 然后还有领土的争议 历史的恩怨 可是绝大部分 都是意外事件突然的情势升高 但是都是在大国领土 或者是历史的框架之内 然后政治领袖开始在操作 我讲 明年如果川普就任之后 我怎么认为川普已经当权了 然后这个厄乌战争不会 也许会停战 但不会和平 所以他的问题还会在那边 然后中东地区 我觉得其实 以色列可能会稍微缓和 他的占领 大部分已经都完成 可是那个报仇 恐攻的因子永远存在 奈腾亚户如果不下台 那战争对他永远是最甜蜜的果实 亚洲这边其实要紧张啊 我觉得北韩现在跟俄罗斯的关系过于清静 一方面它是要发展 它真正比较有效的核子 嚇阻能力 可是呢 你要知道 这种我刚刚讲的政治人物 因为领土历史恩怨 很容易爆发意外的情况 所以我觉得韩半岛会是 接下来一个问题所在 台湾也是啊 台湾我们2628有选举 对不对 那南海呢 南海 小马可是要到27年 所以各位 我觉得其实战争随时离我们越来越接近 因为你光是看军事层面 各种的嚇阻的演习的 或者是武器不转的在开始的发展 而且接近饱和 日本的军费 2027年会是2022年的一倍 所以从这个角度 大家必须要提醒政治人物 要谨慎再谨慎 那更关注国际的冲突的变化 好 请教卓老师 好 首先我们看到 这个北韩发射的这个飞弹 因为其实它这个是洲际弹道飞弹 那它的射程其实是有11000到15000公里 但是它为什么会落在这个日本的 这个经济水域的外围呢 那是因为它是向上向高空发射 所以它这个距离它只走了 大概只有1000多公里 但是它这一次的时间是 它这个飞弹飞行的时间是最长的一次 87分钟 上一次的这个时间是77分钟 那么这一次的飞弹 还有一个重要的特色是什么呢 就当然日本认为说是 它可能是一个新的飞弹 新的这个洲际弹道飞弹 那如果是它过去的 中际弹道飞弹 最长距离的就是它的火星18 那我认为这一次新的地方在哪里呢 就是上一次北韩在美国总统大选接近的时候 发射飞弹是2016年的10月 那一次发射的就是叫做无水端 所以那一次的那个距离 发射飞弹的那个飞弹的距离 比这一次要短很多 当然一方面就是展现 就是说北韩的这种 但弹道飞弹的那个能 实力是在提升的 二方面也就是展现 它的那种不安全感 它要向外修脊肉的这种 意图是更加的鲜明 就这一次发射的这个飞弹 它的这个射程是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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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远的 那当然为什么北韩要再这样做 那为什么2020年 它反而没有这样做 2020年因为金正恩之前那一次 有跟川普也见过面 所以双方好像是关系上有一些改善 所以他不在美国总统大选期间发射飞弹 这当然是第一个讯号 第二个讯号是什么 就是因为美国跟欧洲 现在正对于北韩派部队到这个俄罗斯 派部队参与这个俄罗斯跟乌克兰的战争 这件事情表达严正的这个立场 那包括现在韩国的国防部长 也到美国去访问 也共同谴责了北韩的这个决定 甚至像这个 甚至像这个美国驻联合国的大使 还表示说 就是公开的这个喊话说 北韩派到俄罗斯 派到俄罗斯的这个部队呢 恐怕最后就只能是进入时代回到北韩 它不会成功的发挥打击作用 那这些情况当然都给北韩的一个 很好的一个理由去展现它的肌肉 展现它的这种强大的实力 表示它不会退让 不会屈服 那当然我认为还有一个值得我们去关注 这一次的情报战 因为韩国在前两天就已经说 他们看到北韩有可能会发射飞弹 那结果后来他们的确发射飞弹 所以其实我们看到这种飞弹 其实它是一个讯号 而这个讯号的前后也有很多的讯号 去值得我们去关注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广州马上回来